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上一集教大家的无锅鱼料理呢 是用清蒸煮的方式 那这一集呢 我们就用香蒜冲煎 来个豪华版的吧 这是我们合作社家上的 秋金瑶蛮香无锅鱼 三只一包 它的大小大概就是我们手掌大小 所以如果一家人吃四口 其实一包也可以 一样我先把鱼内部洗干净 然后抹上盐曲 然后准备果粉 我用的是米果粉 其实我蛮推荐大家多多善用 合作社家上这一包米果粉 因为米果粉的稀有率低 相对的你拿它来做料理果粉用 是可以降低米的稀有率 两面都去抹上 然后无锅鱼呢 其实它营养很丰富 而且在我们海鲜的选择指南当中 我们很清楚的明白 选择食物链中底层的生物 对环境生态的影响比较小 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第十原则 所以其实无锅鱼啊 或者是养殖的湿木鱼等 这个对我们维持海洋生态来讲 都是很好的一个食用方式 你看我就盖上锅盖 焖煸大概两分钟 再翻面 我现在都会帮大家算时间 因为大家都会问 但事实上呢 你要注意一点就是 有关你的过去的传导性 热度的传导性的影响 还有你的火候 其实都会有影响 所以给你的数据 当参考用 给你一个主折啦 我这样子翻面 翻面大概 总共花了大概八分钟左右 因为我们的鱼小小的 然后你两面都煎上色之后呢 你再下蒜头 这是因为避免你太早下蒜头 你的蒜头有容易被你煎得太焦黑 边边焦焦也忘记了 因为鱼皮煎得恰恰不好吃 你也不要担心你的鱼手 你都可以测试 像我们这样拿筷子 拿开来测试一下 然后最后再把葱下下去 注意看喔 特技来啰 煎鱼也可以表演吧 这个是习惯性动作 因为懒得用铲子去翻 然后老师是有练过的 葱的香气出来就可以熄火了 因为这样子你葱的颜色 也可以维持很翠绿 如果你要红砂 你就用酱油加水加糖 然后你也可以加一点点醋 乌锅鱼呢 它其实有丰富的蛋白质 而且它也含有DHA 它可以进入脑细胞的少数物质之一喔 所以其实多吃不一样的鱼 然后也避免食用太高阶的深海鱼 其实这对我们环境的维护 大家都一起来尽一份心力 好啰 我们下次见喔 拜拜